好 同學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吉利畢動物 那我快速的講一遍 吉利畢動物呢 他們的共同特點 就是 他們都有雞跟什麼呢 管竹 如果你去看一個海膽 這邊是我去海產店撿到海膽殼 那 其實它很臭 所以我用那時候用心結劑啊 用手機 牙血很多次才沒有味道 那它的上面很多小刺 那這個刺就是所謂的雞 那雞裡面可以生出那個管竹 管竹是一種可以生得很遠 那這個管竹呢 它會從這邊這樣伸出來 伸很遠 伸出來 所以它可以讓它活動次 你知道嗎 那 管竹的作用就是 你可以幫助它 你可以把它記一下 管竹有什麼作用 那 它運動 它可以進行運動 呼吸 呼吸也可以靠管竹 很神奇 還有整個攝食 你要吃東西也可以用管竹去抓 欸 它有點類似那個 這個章魚的那個吸盤 可是它這個吸盤可以伸縮的 很厲害 奢侈 那他們最喜歡吃什麼呢 吃那個 貝類 他們會把貝類的殼怎麼樣 扒開 然後就是把自己的肚 胃翻出來 然後就去把那個肉吃下去 他們可以把自己的胃翻出來吃東西 然後就把它縮回去 伸縮至 所以這個管竹很好用 它可以吸力很強 力量很大 好 包含了 通常他們具有五個碗 像海鮮 五角形的 海參 海鮮 還有什麼呢 海膽 其實我們台灣的海洋資源非常豐富 因為台灣是海島 可是其實同學很少接觸海洋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在海邊 你只要走過去就會看到 像我們這邊比較靠近的就是 東北角 你去那個三枝石門 對 淡水再過去 你要在那個出海口那邊 就 就可以 海膽 海膽 海膽呢 比較是遠形的 那其實它也是有一些放射狀的 那個紋路 那 它上面就有很多的雞 很多的雞 不要畫給它 好 那它有灌燭 它可以生出灌燭 它外面是一個硬殼 那像我們吃海膽就吃裡面的內臟 因為它在生殖劑的時候那個內臟呢 很好吃 就是海膽 海膽 壽司 是一個黃色的東西 但它的生殖蟹 就像我們喜歡吃螃蟹喜歡吃它的什麼 蟹膏 那都是它的生殖蟹的東西 就是蛋黃 它是蛋黃 蟹膏 好 所以呢 這是所謂的 呃 所謂的 雞皮動物們 其實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那 還有一些很像海鮮 叫做羊碎竹 它長這樣子 它的碗比較長 然後這邊有圓盤 旁邊還有多次 好 有些時候你在海邊會看到這種東西嗎 這個其實我在澎湖也有看到 活的 可是那時候我想說 它是活的動物 我們不要把它抓回來 不然 也不是會被抓 就是說 不想要破壞生殖 因為 我那時候在澎湖的海床 看到好多這個 這個叫羊碎竹 它跟海星是比較相似的 羊碎竹 好 那它也是五個碗 它也是屬於雞皮動物 算得有點醜 不過 大概是長這樣子 OK 好 所以呢 這是雞皮動物的部分 好 先到這裡 謝謝